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闲话家常 阿文刚刚这个片头曲的时候 你在做那些有的没的动作 都被旁边的摄影机拍下来的 你这是个没有自觉的家伙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刚才听到我们的片头曲 会有一个噗哧的笑声 就是我们的阿文老师 今天又来到了现场 发出来的声音 本文刚好在喝水 所以今天又到了我们这个量子熊 量子合触巡的单元 是的 来 先自我介绍一下 免得等一下又忘了 我是东海大学应用物理系的 施琪廷老师 人称清廷老师 我是中原大学物理系的 许晶玲学老师 人称Zero老师 我是中原大学物理系的 高重文 人称阿文 阿文的自我介绍 总是这么的简洁 好 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 我们要讲到处可见 到处可见 就跟阿文这个 连我家旁边那个牛肉面摊 都叫阿文牛肉片摊 对 你不知道我生意做多大吗 那我们去台南的时候 一定要去吃一家这个阿文米粿 他的隔壁就是阿民珠心 听说阿民珠心的弟弟 叫阿文珠心的样子 这个人真是蔡市场名 没办法 阿文满天下 对 那虽然是到处可见的东西 可是背后可以蕴藏的 很深的道理 今天我们是不是要讲一个 这个到处现在可见的 可是背后可是不得了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镭射 现在听起来大家已经不稀罕了 就到处都是 可是在那个一二十年前 那时候听起来都好像还是 非常厉害的感觉 开玩笑 我们小时候在动漫画里头 拿出一支雷射枪 不是那时候就是说 那个雷射枪 他说真的在当时来讲 用雷射要打死人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就是用雷射 往他头上扎上去 因为要很大一台 不过现在好像不一样了 有进步的样子 现在是已经真的拿来 这个军方拿来做武器用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 过去我们在 还在念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冷战正夯 那个时候的雷根 这个当时就发表一个 让人家非常觉得不可思议的 心战计划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 都跟我们年纪可能差不多 所以呢 这个应该不用多解释 可是也有可能会有年轻的 因为上次阿文有讲到说 我们的听众朋友有12岁的 是是是 他留言在上面啊 哎呀 你看 就把他感谢一下这位听友 哎呀 你讲说美国总统雷根 他可能分不出 雷根跟林肯跟华盛 觉得他们是差不多时间的人 所以我要说一下 回溯一下 现在的美国总统是拜登 是是 前一个是川普 是是是 再前一个是欧巴马 欧巴马 欧巴马前一个是小布希 小布希前一个是柯林顿 柯林顿前一个老布希 老布希的前一个就是雷根 这个雷根其实很了不起 他本来是这个好莱坞的 这个演员 对不对 很多人都在玩这个梗包 回到未来 回到未来就讲说 现在你说看美国总统是谁 他到了那个 他是因为回到未来 就是1980年代 雷根在当总统的时候 雷根的任期 我觉得他1980到1988 1980到1988 因为他1980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被打了一枪嘛 然后那时候一个魔咒 就是20年20年 20 00 20 40 60 80 那个总统都会死于非命 但他那个魔咒一直就到雷根 没被打死之后就没有了 被打但是没死 对 所以那个我记得看一本书就讲说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是什么 大概是美国总统 那个被暗杀的死亡率很高 没有没有 其实真的讲起来呢 这个历史上呢 死亡率最高的职业应该是罗马的皇帝 特别是三世纪以后 几乎只有一个三宗 绝大部分呢 不是自杀 要不然就是被谋杀 要不然就是战死 对 不过我们会 他会讲美国总统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已经没有罗马皇帝 这种职业了 可是美国总统的职业还存在 我记得他那时候讲就是说 到现在好像是四十几任嘛 对对对 好像只有四个 是死于暗杀 对麦金乃 那个林肯麦金乃 还有甘乃迪 甘乃迪 那还有什么 忘了 反正我记得是这个数字 那他就说 这个你刚才讲什么自杀什么的 那个都不算 就是被暗杀的 就达到百分之十的 被暗杀死亡率 哇这听起来真的是好可怕 对呀 尤其印象中就是林肯最有名嘛 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甘乃迪 甘乃迪 甘乃迪 更戏剧性 因为他被录起来 都被电视拍下来 对对对 所以林肯 不是林肯 雷根 没死 这个是 那电视也有拍到 当然拍到 叹一枪 然后我就看他旁边的水 他就被一个那个朱蒂弗斯特的影迷 给打了一枪 这个当然背后又有很多阴谋论 是 好 不过雷根 大概刚才讲到是 回到未来讨侃他的原因是因为 他其实是演员出身 而且是很高高又帅帅的 这种 不大红的 然后这个回到未来的这个主角 他回到 过去的时候 应该是196几年还是什么时候 那时候身为演员的雷根已经算有名了 不是那种 大红的 对 那那个 那时候那个博士就问他说 你说你198几年来的 你又没有证据啊 现在美国总统是谁啊 他就说是雷根 然后他就哈哈大笑 哈哈大笑 怎么可能 我还法兰西区不纳当国务卿 法兰克西纳区是 宋一猴是他的国务卿 对 对 对 不过那个80年代 其实对于世界局势 也是风起云涌 在80年代的后期 就是本来在那之前 从二次大战之后 一直到80年代 就是所谓的冷战时期 这个美国跟苏联 这个全世界两大强国 这个讲到这个名词 可能年轻的朋友 就又有点搞不清楚 他们活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强国 单一霸权的年代 那时候是两大阵营的对抗 其实那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到那个氛围 现在离开了那个时代 我们现在回顾 那真的是那个年代 真的是 两边的那个核子武器 那个较劲 对啊 我们居然还活下来了 没有引起核子大战 那个每年都会跟你提醒你说 我们现在距离这个 最后人类的这个灭亡 还有几分钟 有一个那个末日时钟 然后每年到年底还是什么 就会有那个基金会的人 对 我们要往前调 或者局势缓和下来 就往后调 对啊 那这个雷根 其实我记得后来 他有一个称号 就是说他是伟大的沟通者 因为不愧是隐心出身的 高高帅帅的 又口才又好 很善于跟大众沟通 然后呢 这个提出来的计划 的确很抓人眼球嘛 对 他提出星战计划 那这个星战计划 就是说他放很多武器 要在太空上 那这个苏联要是 胆敢放出核武器的时候 我们在还没有进入 就是进入大进城之后 就把它殲灭掉 所以他根本没有机会 调到美国 那这样就变成说呢 我可以打你 你不能打我 那你就死定了嘛 那所以其实这个计划 一出来之后 把苏联吓得屁滚尿流 所以有人就甚至说 这个苏联就是被美国 虎导的 因为其实星战计划 后来做了没多久 就停摆了 但是这里面 所有计划里面 最酷最炫 然后最常常出现在画面的 是就是所谓的 那个爱德华泰勒 提出来的是 X光雷射 爱德华泰勒 其实就是有名的 那个清淡之父嘛 对 他也是匈牙利出身的 然后就是二战的时候 他就是也是参加 曼哈顿计划 那他是最早就提出说 要发展清淡 可是当时的这个原来的 原子弹计划的主持人 Oben海默 就觉得说 不要啦 然后呢 他到后来 就Oben海默就出事了嘛 因为就发现说 你这个好像安全记录 有点问题 然后爱德华泰勒 被教细作证的时候 就做出对Oben海默 不利的证词 所以这件事情 到他所有科学界的人 都对他很叉叉叉 包含我的施主 拉比就说 这家伙没有在世界上 会对大家都好 这种话都出来 所以虽然他的学术地位 算是高的 但是其实 蛮多科学家 对他的人品是 就是因为他对Oben海默 做出负面的证词 因为很多人 虽然像罗伦斯 他也对Oben海默 有维持 可是他没有去作证 就是说至少做科学家 不要搞那么难看 那爱德华泰勒 其实主要就是那个时代 因为这个二战结束之后 然后就变成是 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跟美国为首的 这个自由的资本主义阵营 两边的对抗 那那时候就是 开始有这种 我们要在美国里头 要抓这个共产主义 因为就是苏联太快就 原子弹事报就表示 里面的确是有内奸 那其实 试过今天回国 再来看我觉得说 其实现在应该 也给爱德华泰勒一个 一个 也不能说平反 就是说 我们要公平来看到的话 他也有他的 他的这个立场 因为从匈牙利出来的人 大概可以注意得到 他们特别反共 维特纳也好 维格纳 这个爱德华泰勒 就算是冯悠 他们后来跟美国军方 都走得很近 因为匈牙利 属于在比较东欧那些 那些是属于 他们是不是 划沙公约组织的 不是这个问题而已 而是这些匈牙利人呢 其实他们在一战结束之后 经历过匈牙利的 所谓红色恐怖 所以他们对这个左派啊 共产党啊 咬牙切齿 那但是其实后来匈牙利 这个红色恐怖之后 又变成白色恐怖 那但是呢 他们就 白色恐怖之前 这些红色恐怖之下 他们就全逃 逃到德国去了 所以他们有历经红色恐怖 对 所以他们知道共产党是坏蛋啊 没有历经到白色恐怖 对 那但是他们就是根深蒂固 就是他们对这个 呃 共产党啊 就是根深蒂固的痛 痛生物痛绝 所以他们的这个选择 就跟其他 没有遭受过这些经验的人 就很不一样 嗯 对 那只是说 其实埃德瓦泰勒 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物理学家 他这个跟谁 呃 我们我的师祖 许温格尔 就曾经 哦 用他们去判别说 哎 子子跟子子 能不能形成束缚态 就是他们用了一个实验的计算 证明说是不可能的 哎 那个其实是蛮有趣的故事 那反正埃德瓦泰勒 后来就被黑化了嘛 所以那个后来那个 拍那个奇艾博士啊 那个疯狂博士 就是 原型就是他 那个是 赌博利克 赌博利克 也是一个蛮有名的作品 是是是 奇艾博士的作品 真的是蛮讽刺的啦 那坦白讲 他就隐色他 隐色的很明显 有一个就是 讲一讲 不小心手就举起来 行纳粹你那一个嘛 我觉得这是 无辱人 因为匈牙利的犹太人 他们都是犹太人啦 被号称 戏称是火星人嘛 对 所以以前大家就说 哎 怎么 如果有火星人 为什么我们在地球上 都没看到啊 结果有人就 就开玩笑说 怎么没有 只是他们讲匈牙利话而已 这个笑话是有点 一包一饼 对不对 就是说 他们都超厉害 对 他们真的超厉害 但是都是一些怪咖 是很怪的 包含希拉德也是 就是劝爱因斯坦 血信跟 罗斯福总统 都要做原子弹 不过这种东西 这个有时候 试过境迁 有人就想说 哎呀 其实你没有原子弹 反正日本 你那样子炸 用传统炸弹去炸 他也差不多要投降了 这个原子弹就多做的 而且还引发后面 这么多的问题 不过这个都是 后来的先见之民 因为他们一开始的 打算不是要对付日本 而是要对付纳粹 因为纳粹有动机 有人才有材料 就是海生堡在那边 没有主要是海生堡的 学生薇子扎克 而且薇子扎克 是一流的 他就是跟 比贝特还要早就 发现太阳内部 有所谓CMO循环 核能的来源 然后那本身 核能物理就很厉害 那更可怕的是 薇子扎克的爸爸 还是纳粹手下的 外交部的高官 他是被 后来是被派到 这个梵蒂冈的 所以其实 然后纳粹当时 又占领了捷克 那个少数的 欧洲的诱矿 所以当时他们 是担心是有道理的 只是没有做出来 等一下我们好像扯太多 这个我觉得是有关系 就要让大家了解一下 感受一下 那个冷战的气氛 然后两边都是 你也有几千颗核弹 我也有几千颗核弹 那时候我们在念书 老师都说 我们现在人类拥有了核弹 可以毁灭地球 好几百次 是啊 而且还有那种 怕说万一我的这个核弹场 这个发射场 被你炸毁掉 我还有这个潜艇里面 也可以发射核弹 我还有个轰炸机 有核弹 各位听众 根据这个动漫化 最后来引用的 量子理论里头的 多世界理论 我们刚好只是活在一个 世界没有被毁灭的 时间线上 跟我们的平行世界 可能很多都已经被核弹炸光光了 事实上中间有出现 好几次 差点就引起核子大战 大概最接近的是古巴危机吧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次 我记得有一次是那种讯号误判 苏联的讯号误判 结果那个军官就不愿意执行 对不愿意执行 那如果大家回去看一下 当年就是game theory 博弈理论刚提出来的时候 大家讲说 最合乎博弈理论的 这个最佳策略是 大家赶快把 先把核弹射出去 就是所谓的那个 囚犯的两难的那个策略嘛 然后自己最有利的 就是赶快把核弹射出去 所以我们没有毁掉 真的是奇迹 这个某个程度来讲 人性还是有它光明的一面 就是说我们算 搞出了这些东西 就跟你讲 我们活在一个实践线上 照正常讲 应该已经毁灭了 对啊 我们活在一个 真的很幸运的 所以你看那时候 两边其实就是 势力 势均力 非常的紧绷嘛 那雷根就提出 这个感觉就是 可以打破这个均衡 可是就我们科学的概念 就是一个防护罩的概念 罩在你头上 我就不怕你的核弹了嘛 对不对 而且最酷的就是说 它是在大气层之外 就把你摧毁掉了 不过提出来的时候 其实美国有一堆的 把它喷个半子 我说你这根本就不可能 你要烧多少钱 而且他说你做不到的 比如跟你讲 就是雷根就是一个 伟大的沟通者 就是说哇 这个听起来就是超炫超赞 你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 这个银河英雄传说里面 听说那个特牛尼西特的原型 就是这个 那个田中包是想的 对雷根是很不满 所以其实是画的还蛮像的 那个他的看起来 他就是比较左派一点 是 对 那雷根是很典型的右派 是 好 所以刚刚讲到了嘛 这个 这个叫星战计划 所以他真的当年就用Star Wars 对 没错 这应该是他在跟 一般老百姓讲的时候 就用了这个 它有一个正规的名字 很长 战略防御计划 那个是怎么讲 Strategy Defense Initiatives 对 不过这个 SDI 我想起来 我一直很好奇 卢卡斯有没有跟他收 版权 你讲那个名字大家都听不懂 你讲星际大战大家都听懂 星际大战 里面所有的这些战舰 战斗机都是 咻咻咻咻 发了那个雷射 所以 我们小时候那个雷射 还有另外一个 听起来更厉害的名字 叫死光 上次已经到这个词了 现在因为我们日常生活 太常用雷射 你再把它叫死光 这东西卖得出去 这个上课都要用雷射笔 有时候想一想 觉得不可思议 雷射笔 前一阵子 我们的蜻蜓老师 还在那边看古典的 那个007 那个007年代 那个当年最早的007 就会出现这种武器 死光枪的概念的东西 因为那时候的艺名 第七号情报员 然后那个香港是叫铁金刚 把情报员变成铁金刚 铁金刚涌破 死光倒 就是那时候会出现的 这种电影名字 实际上是第一集 非常古典的 所以雷根这一招 引起了大众的目光 最后虽然没有把新战争计划 真的把它实现 可是很多人讲就是因为 用了这一招 就是你美国要做 我苏联 我非跟不可 你这个要是有新的黑科技出来 我没有跟上 这个就当年苏联 第一次发射能造会 新把美国下一个 屁股尿牛牛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不惜任何代价 一定要在苏联之前 我们要登上月球 所以现在有人在讲 你看1969年 那个时代的科技 就可以这样子 那个话讲出来 过三年就真的登陆月球 为什么现在有讲这么久 登陆月球这么难 那有时候其实是 时代的分路 就跟你讲 就是缺了大魔王 在那边跟你抢 你看你对面有个苏联 你要是没有跟上 你可能亡国灭种 这个世界就被邪恶的苏联帝国 我小时候记得在台湾的电视台 放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 那种影集 就描写说 最后美国跟苏联打起来 苏联赢了 所有美国人都变成苏联奴隶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影集 不记得 你怎么忘了 回去查一下 有有有有 印象超深刻的 所以你看 在当时1960几年代 推阿波罗计划 可以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 你把举国的预算 全部砸在这上面 都没有问题 而且美国的教育 科学教育 也整个翻新 但是你现在这种环境 你说你要再去登陆月球 就会一定很多人 你需要再找一个大魔王 对 好 不过你看到 这个东西就一个发展来讲 是有利有弊的 就是你看 我们很多人讲说 苏联那时候 就是一定要跟上 结果造成拖垮 他的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有这种阴谋论是说 这就是雷根一开始的算计 就是这样子 他说要做这个星际大战 一开始就是打假球 这好像这个什么 堵绳上面在玩这个吹 对对对 跟不跟 跟不跟 现在事过境前 大家可以这样讲 不过还是很多 这个当时在政府的时候 说没有没有 我们是玩真正的 我只是做不出来而已 因为到后来 气氛和缓以后 当然你资源就没办法再 再这么多 然后就没多久之后 这个苏联就 然后换了 哥巴气夫了 所以我记得小时候 有一阵子 苏联每年都会死一个领导 对啊 德罗伯夫啊 我记 契尔年科 契尔年科啊 我记得 从我有印象的 第一个苏联 那时候都叫 苏联的头子 对 布里兹涅夫嘛 布里兹涅夫 对 他可能当了比较久 对他当了很久 他干掉了那个赫鲁学夫 以后一直是他嘛 那赫鲁学夫 我们都是比较大以后 看历史文献 是 才看到的 那 布里兹涅夫之后就 每年死一个 死得很快 都不晓得 安德罗伯夫 契尔年科 然后后来就换 他们说太老的 一直是死 受不了 最后就换了一个 那时候都要叫什么 布里兹涅夫 就要叫布球 那个球场的球 安德罗伯夫就叫安球 那个契尔年科就叫气球 那时候讲到苏联的 都要讲就是球长的球 对啊 表示他们是这种 匪类 坏蛋 对啊 像那个中国的话 毛匪 邓匪小匹 邓匪小匹 对啊 那个年代真的 我还记得我小学 要毕业之前 我们不是第一次 在电视上亲眼看到 共肥吗 对啊 四人帮的审判 毛主席交代 我说哇 真的耶 共肥不是汉牛 里面那个假的 这是真的 好多历史的回忆 本频道变成怀旧频道 这也是不是第一次了 不过是要跟大家讲 那时候的氛围 这是促进了很多事情 所以那时候 就是刚刚讲的嘛 最大的卖点 就是装在这个卫星 而且这个卫星 一定要叫做杀手位 对对对 射出雷射死光 而且还是X光 打个叉叉 这个凑在一起 不管怎么看 都觉得超杀的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现在一定觉得 雷射不稀奇了嘛 你去一个便利商店 他要逼那个条码 也是用雷射 雷射会印表机啊 老师上课刚才讲到 拿个雷射笔都不稀奇了 连进士都会用雷射 可以弄一弄就好了 可是在当年 开玩笑 真的就只有存在在星际大战 而且星际大战里头的表现 还是那种 用一些红色的特效 这样啾啾啾啾 而且那个是 有的就红色 有的就绿色 看你什么阵影 就什么颜色 对啊 通常红色就坏人 我还记得 差不多就是他那个年代 我们还流行港剧 那港剧呢 拍天龙八部的 六万年神剑 想起来了 也是一个雷射 手指头就射出雷射的光 这样子 六万神剑 我说不得了啦 宋代就有雷射 好啦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雷射真是一个大话题 好 不过我们这是一个科学节目 我们要来讲一下 雷射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过这边真的就是 大家一定会觉得 雷射太常见了 可是还是要强调 雷射真的就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量子现象 你说好多事情 都是量子现象 可是我这边还是要 推回到最远祖的 我最佩服的一件事情 就是 爱因斯坦当年 其实不是做实验 其实他就是从 单纯的理论 就想到了这个雷射 他当然不是 直接想出雷射 可是雷射的 他的根基的科学理论里头的 这个自发辐射 受机辐射 这样的概念 其实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 其实一开始呢 他的一个用意是 他觉得普兰克推出来 普兰克的方程 普兰克分布这个手法呢 还是仰赖了一些古典的东西 他觉得不利落 他就要想要一个 完全量子化的一个推导 那所以他在1917年 写了一个文章啊 非常有趣 他就提到说 这个吸收呢 这个我们假设这个系统里面 都是有两个系统啊 高能阶低能阶 那假设呢 这个就是统计的分布 然后呢 他们会放 这个你从高能阶调到低能阶 会放出光来 然后你放出光的时候呢 他又会被其他原子 在低能阶吸收 同样的频率的钢 他就跳到高能阶 那他就说 所以呢 这个吸收率呢 是当然跟外面的辐射的强度有关 好 那当然 接下来就说 那 这个高能阶掉下来的 这个放射率呢 当然一种就是说 他本来就会自己掉下来 你外面都没有辐射 他也是会掉 这个叫自发辐射 那自发辐射 大家都想象得到 那天才的地方是 爱因斯坦想到说 可是从物理理论来讲呢 你外面有辐射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个对应的 这个所谓受机辐射 就我外面 我外面有一个 他们用那种 用力学的比喻 就是说 外面有一个这样 频率接近的波动 在外面 给你推推推推推 那你里面本身是一个弹簧 当你外面那个弹簧的频率 跟你面弹簧频率 接近的时候 你就晃得一塌糊涂 那这个概念 其实是有力学的根基 这就是所谓的共振 对 那所以 但是受机辐射 其实就很不自然嘛 我掉下来就掉下来 外面有没有辐射 为什么会让我动得 掉得特别厉害 因为我们就是说 这个本来电子 或任何物质 就会比 它就不喜欢待在 比较高的能量态 它一有机会 它就会掉下来 然后就把光子给放出来 那这个掉下来 刚才讲到的嘛 如果是自发性的掉下来 就自发辐射 而且它是由几率决定的 这个还要讲到 量子其实就是 跟几率是密不可分 其实它这个 自发放射 叫做A系数 受机辐射 叫做B系数 其实原始路 它就用AB嘛 对 那AB系数跟B系数 我们后面量子 英雄传说 讲到第三季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主题 第三季 我们现在只有第一季 现在预告了 是是是 然后这个A系数跟B系数 现在为了要纪念爱因斯坦 那就叫爱因斯坦 A系数 爱因斯坦 B系数 真是直接了当的命名法 好 所以刚讲到了 这个简直像是产生分身一样 你只要先自发性的 出现了一个光子 它在跑的时候 就会激发带动了 刺激了别人 再讲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 这个系统里面 有两个能量状态 一个比较高 一个比较低 那如果在能量比较高的电子 它本来就有倾向跑下来 那这个 它掉到比较低的能量 那这个能量差 因为能量要守恒 所以这个多出来的能量 就以光子的形式跑出来 然后是根据普朗克那个能量 等于普朗克常数乘上频率 所以它就会有特定频率的光 好 那现在如果我今天有很多电子 都在比较高的那个能量态 它除了有一个几率 它会自己掉下来之外 如果我外面有一个光 或光子进来 它的频率 刚好就是这个 能接差的这个频率的光的话 它就会导致更多的 就会飞里啪啦 大家一起电 高能量掉下来 就比那个几率还要更高 所以刚才讲的是受激 受激就是受到激发 受到基地 一直都会觉得有点中午到了 想要吃鸡肉饭的感觉 不是受激 叫我的意思 这个感觉就是它一出去 好吧 然后就有一堆电子掉下来 然后就 有比较光子 我就会跑出去 但是那些高能量的电子 也都掉下来了 那这个事件就结束了 就没了嘛 那这样怎么成为一个雷射 但是那掉下来之后 就会掉到低能阶的 都又上去了 上去以后它又掉下来了 这样 那第一年到第一年 就要怎么上去 那个 周星驰说我掉下去 我又上来了 我就下去了 这个东西你可不能这样 无中生有 因为它跑上去需要能量 所以你要激发它 对 一定要激发它 所以刚刚讲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 雷射笔要装电子 对啊 你一定必须有外部能量的工艺 要不然我们又可以制作冷冻机 又可以爽爽过了 好所以爱因斯坦是提出 永动机吧 你知道讲永动机 对啊 就是永远在动 你刚刚是讲冷冻机 没有没有 永动机 这个口语 口语不清了 好来 所以刚刚讲到的 这个爱因斯坦提出来了 这个辐射的概念 其实我说最佩服的就是 它不是从实验上看到的 它是单纯的从理论上的美学 是不是 物理原则 物理原则 去推出这个来 后来实验上还真实 感觉 就除了刚刚讲 我们刚刚讲那个共振 是是是 那另外一个 因为爱因斯坦喜欢搞时间嘛 是是是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 那个古典力学就有那个时间 这个繁衍是可以对称的 没错 我两个壮球进来 撞到出去 是 我把这个影片录下来 倒过来播 其实你是分辨不出来 所以这个我们 感觉上这个电子在高能街 它会掉下来放出光子 这个大家都觉得很正常 那这个 你把它反过来 我们把它反过来 好像也是挺正常的 但是你没有办法 就是说没有能量的状况下 直接跳到高能街去 对 好 所以这个爱因斯坦提出来 这个概念以后 后来实验上证实了 然后正进一步的 其实就是变成我们的雷射嘛 我们雷射的这个名字里头 L-A-S-E-R 里头的S-E 指的就是受机辐射嘛 对 它整个意思就是 因为受机辐射而放大的光嘛 对 所以也有人把它放成激光嘛 那A就是 amplified的嘛 放大的意思 对对对 那全名还有谁记得 哈哈哈哈 第一个L-A-S-E-R 就是light light嘛 对 light amplify 对 放大嘛 对不对 然后 对 一个是就是 受机辐射 对 radiation嘛 对啊 所以每个字 emission radiation 对啊 好 但是实际上 实用上 它是到1964年 才第一次做出来 所以它也是 也是就是说 理论走很前面 可是后面 实际上要做出来 花了将近超50年 那这有它的道理 在因为 照一般的 统计力学来研究的话 你能接 大部分大家能接低的嘛 你要把东西 往能接高的地方放 这个 就是说 算出来是需要 能接高的粒子 要多于能接低的粒子 这个现象 才能够真的放大 但是这是一个 不自然的现象 这个我们有一个名称 叫做 居量反转嘛 对 其实它是 原名的话 应该是 population inversion嘛 对不对 population就是 我们就应该翻 居量 可是其实它就是一个 其实就是 头重脚筋 对 所以它没有办法 单纯像爱因斯坦 你想说两个能接 就搞定 所以你需要去找 三个能接 然后呢 第三个能接呢 那是高的 但是那 照统计力学讲 它的 这个居量比较低 可是它会掉下来 但是呢 基于一些物理的理由 它不会掉到最低那一个 它会掉到中间那一个 那这个时候中间的第二个 就会变得是 对 那就有可能产生居量反转 好 所以整个来说的话 雷射的话 它首先就是要有一个戒指 是 你它里头 这边的戒指里头 它就是要有能接 是 这个能接至少你要有两接 因为要上去下来嘛 对不对 然后你要激发它 这个激发 其实两接还不够 都要三接 对 然后呢 你这个 要外界的能量供给 这供给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你可以用光 你也可以用电 总之就是要把 下面能接里头的电子 赶到上面的能接上面去嘛 然后他们就会很不爽嘛 对 可是很不爽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这时候有一个 这个外面的这个 光子过来的时候 大家就说 哦跟着它 然后就从上面跳下来 放出光 这个就是说 受机的辐射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说 我现在有很多人 在高能量不爽的状态 那大家依照机率这样子 有人先掉 有人后掉 就没什么了不起 对 就是有点像自然光嘛 它的相位就是 就是随机的 就是软的 对 然后出来的光就 就一般般 但是如果我是用一个 外面的光子进来 然后引起一大堆里面 这个高能量的电子 大家一起同步的掉下来 是 那就会有讲 它的相位 相位好 就同调 而且大家就是一起下来 那个强度也会比较强 就变成一种光的放大 光学里面 他们所谓同调性跟 好像有翻译这个叫相干性 coherence coherence 到底翻成相干性好 还是翻成同调性好 我在脸书上问了以后 就答案居然一半一半 一半人说同调性好 一半人说相干性好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同调性 说你是同调派 你是什么派 对 我是 但赞成 在什么时候就用不同的 跟玻璃二象性一样 那其实有时候 所谓空间同调性 时间同调性 这其实又不太一样 那讲到后来我也是 没有因为我是觉得相干这个字 已经有用在别的地方了 而且相干会有不好的联想 这个谐音不太好 可是 没有逼声 我只是说他有谐音 不过我们在很多人在讲的话 讲量子现象的时候 有时候会讲说去相干性 对 我用这样来 强调他们本来是有一些关系的 现在没有关系的 所以说去相干 好啦 所以我还是觉得 我们这种最贼的回答就是 你看上下文 不同的语境 用不同的翻译 同调的话其实 感觉比较失忆 不是有一首台语歌叫做 想要唱同调吗 想要跟你唱同调 我觉得同调是比较合我的心 结果搞到半天我们同调的比较多 好 2比1 应该是2.5比0.5 大胜 让你们两个去同调吧 好 所以呢 刚刚讲到了 这个放大 如果真的在做实验的时候 更加有效率 就是你还要做一个反射枪 把它装进去 是 这个 就是说 本来刚刚讲 这个一个外面的光子进来 让一堆电子 同时从高能阶调到低能阶 这个已经是一个 有放大的作用了 可是 这个我们觉得它还不够力 让它来回再多几次 诱发更多人参加这个队伍 所以我们得要先把这些 已经掉下来的光子 我们要先关起来 可是光你要怎么关得住呢 反射枪 那就是 对 镜子 两边是镜子 然后两边是镜子 我们能 这个反射枪 其实就变成一个共振枪 就是光在里头来回 就我们也是一种共振的概念 来回跑来跑去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可是呢 这个镜子有一端 其实不是完全的反射镜 我们叫它半反射镜 那也就是强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跑得出去了 就是一边比较厚 一边比较薄的 如果说一直关在里面 最后爆了 那要干嘛 你的共振枪就爆炸了 一直关在里头上干嘛 那就变成雷射炸弹了 所以我们的目的 还是要把它弄出来 就是它只要强度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出来 这个就是有点像 为什么小时候看宇宙战舰 这个波动炮都要充电 充那么久 充到百分之两百 这应该就是这个共振枪的概念 你那个光子在里面 然后它不放它出去 那里面的电子就会 我们因为外界一直提供能量进去 让更多的电子激发上去 然后就更多的电子掉下来 掉下来发出更多的光子 所以我的光子在这个共振枪里面 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你这样讲的话我突然想起来 那这个其实这个赫赫有名的雷神之锤 就是伊谢尔伦要塞 那个我记得有一集就有介绍 它就是S光雷射光 原来 所以每次能源要填满 不过你讲到雷神之锤 其实它的始祖应该是来自于 星际大战那个死心 就是一个巨大的人工要塞 会打出这个超强的雷射炮 只是它从来都不考虑这个厚充的动量 对那应该可以算得出来 虽然是光但是它也是有动量 对光是带有动量的 这个问题有趣我们要算 他们都有给那个功率是有给的 所以可以算得出来 是伊斯坦原始论文里面 它就是考虑说这个光是有动量 所以其实原子在吸收这些 这要造成共振的时候 它其实也要考虑这些动量的效应 然后它居然到最后套用到它以前 发展出来的布朗运动的公式 对我们讲到光有动量 所以它会造成光压 那光也有动量 所以我们当然要遵循动量守恒 所以刚刚讲到了 我们真的可以来算看看 这个发出一个超强的雷射 我们自己会受到怎样的动量 好 那算这个算这个 我们可以以后来算 不过我们回来讲 刚才雷射大概是1960年 差不多那时候 60年代的时候发展出来的 所以也就导致了这个雷射 在海峡两岸用的名词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分家了 对不对 政治实体已经拆分成两个了 所以两边的用词不大一样 那当初开发出这个雷射 我还记得 它用的是红宝石 每次讲到这个大家都会心 哇 红宝石耶 哇 超赞的 不只威力强大是死光 而且还是用这种高贵的红宝石 对啊 然后脑中大家以现在的脑中浮现的 可能就是复仇者联盟 以后再登场那些 无限宝石 生命宝石 灵魂宝石 把它拿出来 就可以发出一道光亮的形象 不过呢 这个身为一个做实验的人 我必须说 如果你回去看当年的这个红宝石雷射 那个红宝石其实是人造红宝石 人造红宝石一点也不稀奇 你就是这个氧化铝 加一点点这个Chromium 这个是什么 个吧 对不对 在里头的 其实 人造红宝石不怎么值钱 讲到个 我突然就旧仇心恨 涌上心头 因为以前我在学这个无计划学的时候 个怎么这么多 什么可以两架三架十架 对对对 它到底是几架 个酸根 重个酸根 对 然后还不止 你不知道到底要念成个酸 还是要念洛传 两边都有人念 然后那一大堆MNO2 M2O3 然后那个颜色都不一样 一下子紫色 一下子粉红 我常常就说 粉红跟紫色到底 差在哪边呢 不是都很像吗 然后每次都被扣得一塌糊涂 心仇就恨 不过我这边也只要吐槽一下 就是你看我们这种 超级宝贝的红宝石价值很高 那是因为天然很稀有 是 可是就物理的眼光来讲 那不就是一个氧化铝加上杂质吗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 金银都不 只不过这种元素 也不过就是一些碳元素 对 说的也是 好了 不过现在那个雷射的话 我们必须感谢 现在也就是最常见的 应该是所谓的半导体雷射 是 真的可以做很小的吗 所以基本上刚有一个人还没有把它讲嘛 就是我们用这个反射镜跟半反射镜把它关起来 然后它就会越变越多越变越多 那光就会变得非常的强 然后强到一个程度 它终于突破那个半反射面 就射出去了 所以雷射最大的好就是它可以就是 所谓共同调性好 然后它可以就是很 就是集中的力很强 就不会散开 对所以从地球可以直接就打到月球 然后还是很小的一个 然后不像自然光就散开来 所以虽然这个 雷射很常用了 可是把它当作雷射 当作一个武器的 虽然可以回推到星际大战 对不对 雷根的概念 可是到现在 我记得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以后 有提到 现在还是有一些梦想 把雷射当作是一种武器 其实这个我在我们在这个节目 亮子熊还没开始 就有报道过 这个美军真的有在开发 有有有 不过用 而且用了很炫的缩写 就是神盾局那个 sure的 没有我都觉得美国军方 开发东西都是先凑一个 很帅的缩写 再来回想它要用哪些名字 当作计划名字 不过现在的雷射武器 跟我们以前科幻片的想象不太一样 我们以前都是觉得那个能量超高的 像雷神之水一样 这个挡我则死 就直接用那高能量把对方打爆 现在我们的雷射能量还没有高到这种程度 所以他比如说拿雷射来做这个反飞弹的时候 其实是用这个雷射 但相对来讲也是很高功率的 但是他的能量还没有大到 这个飞弹来一发雷射就打爆它 他其实是照射在他这个弹头前面那边 因为那里有很多精密仪器 就是所谓的寻标器 把他那个寻标器也烧掉 那你这个光照在上面 就有加热的效果 然后就把它烧坏 然后他就会迷路掉到什么地方 这以后无人机的 对付无人机搞不好就是要靠这一招 但是他雷射这个东西 虽然这样听起来没有很强的感觉 可是他有个好处 因为他是光速嘛 是 因为那种弹到飞弹 哇 你射到大气层上面再掉下来 那个都音速的十几倍了 所以你用传统像我们这个爱国者飞弹 去拦它 有时候很困难 因为速度实在太快了 但是你速度再怎么快 没有东西能够比光速还快 这个就是心战计划一开始宣传的时候 没有在画什么飞弹 都是用S光嘛 对啊 这个震射效果十足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实现 死光枪这种东西 可是我们现在的雷射就足以照瞎你的眼睛 对不对 让这些飞弹瞎掉 对 所以 雷射比你把它反转 也是可以让自己瞎掉 它这样子只是掉错地方 但它如果还是炸了 还是蛮可怕的 如果对付飞弹 它只要在远处炸了 那对你来说 微差就少很多了 所以真的 死到有不死平道的概念 所以真的难的就是 就好像你要拿雷射笔去对付歹徒 真的难的就是 你理论上 当然可以用雷射笔对上打于图 就是把它照瞎 但是难的就是要 你要把那个光点对住它的眼睛 这个Zero老师讲的 这个是对付歹徒 不过这个 这个动作真的很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做 然后前几年 还有看到新闻 有一些白目的老外 喜欢在机场外面拿雷射笔去 照那个飞机在起架 照进驾驶舱里面 那一照不久后 警察就把他们逮捕 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国家 就是说你要入境 你还不能带雷射笔 真的啊 都是这些人害的 世界上就是有这种白目 好 所以刚刚讲到的 就是真的难的 就是要把这个雷射 打在你的标的上面 所以这个雷射 而且还要照射 要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你的能量还不够高 不过我看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其实很开心 因为它是装在F-16上面 对对对 我们台湾也有 我们家用F-16 欢迎美军 再装一个 来我们这边做实验 我们也是有受到 很多飞弹的威胁 上一次那个把气球打下来 它是用飞弹 还没有用雷射 它是用飞弹 因为那个可能气球皮很厚 雷射也像现在雷射还是有点困 他还是说 你为什么要用飞弹这么贵的东西 不用机关炮打就好 机关炮就不行 因为它那个气球很大颗 所以你的机关炮打下去 它只是会有一点漏气而已 就是这个还没有到 能够把它打爆的程度 就要用比较大颗的飞弹 上次出动的好像是F-22嘛 对不对 世界上最强的战机 终于有实战的这个成绩 大家都喜欢 不是我一向梗塾在开玩笑 我今天老师最喜欢讲一句名言 他说杀鸡用牛刀 那鸡会怎么样呢 然后我们就想半天 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说然后鸡就死了 用牛刀杀鸡会怎么样 然后鸡就会死了 还是会死 还是会死 好 对 这个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雷射 还有这个 已经几年 40 这快40年前的这个星际大战的计划 然后就这样子把一个世界超级强国苏联 给瓦解掉 然后现在真实的世界也有雷射武器 正在开发中 好 那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感谢国科会对我们的支持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那就要拜托大家订阅 我们现在有两个YouTube频道 一个就是亮子熊 另外一个就是热学科学家的长话短说 我们今天的节目叫做闲话家常 但是我们的YouTube频道 就是叫做长话短说 因为Podcast就是要说很长 一天就是要讲很短 对 但是很有趣的是我们Podcast的其实也有侧录 也有放在YouTube上面 如果大家看长话短说不过瘾 要看闲话家常 一定要看得到 都是放在长话短说那个频道里面 欢迎大家来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好 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